阿耶 保护生命 五度众生 静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慈悲开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今天是一心讲堂菩提道登论的第十二堂课 昨天我们大概介绍了一下九五节入葬之后 强求为了整肃当时的佛法环境提出了七个问题 九五节以这些问题作为出发点 写下了这部登论 为人们指出道路 那么昨天我们讲到了第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人适合修学大圣佛法 作为回答呢 九五节写下了四句祭祟 按照科判来说的话 就是修行者三师傅的定义 这个部分 上堂课没有仔细的梳理科判 现在我们呢 就是稍微的补充一下 在登论正文的部分 分为四个小部分 其中呢 第二项 修行者三师傅的定义当中 又可以细分为两点 总说和分别解说 上堂课讲到的第二句颂词 属于总说的部分 分别解说就是第三到第五句颂词 具体来讲 就是下师傅的定义 中师傅的定义 以及修道者上师傅的定义 那么第二句颂词 总说的内容里面 我们谈到了佛法中有关是夫的定义 也就是 何为真正的大丈夫 堪能之人 同时也提到这里的能 特别指的是心灵上的一种能力 所以师傅尤其指代的是 那些已经舍弃了今生 只为后世而打算的修行者们 接下来呢 九姐说 当书彼等相各个之差别 也就是说 他会非常清楚的向我们介绍和说明 每种师傅各自的定义特点 还有互相之间的关系都是怎样的 所以呢 接下来从第三到第五句颂词 是分别解说了三师傅各自的定义 首先呢 我们先来讲一下 下师傅的定义 颂词是这样的 若以何方便 为于生死乐 但求自利益 知为下师傅 这句颂词用白话来说 就是通过一些特定的方式方法 以资深的利益为出发点 努力去追求轮回当中的安乐 这样的人就被认为下师傅 那么具体来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 所谓的下师傅 他们并不贪如此生 寻求的是来世的快乐 在此基础上 他们读信因果 所以会通过一些方式 比方说 持守 使善戒等等方法 断恶行善 由此远离恶去 最终目标是希望可以得到 仁天的果位 总而言之呢 下师傅的这个核心 是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 而去努力奋斗 目标是仁天的安乐 那么具体有关 下师傅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修行的呢 或者说是 下师傅的这个具体修学之道 后面我们也会进行详细的讲解 这里只是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接下来呢 九和节写下了第四句颂词 给出了对钟师傅的定义 他是怎么说的呢 这句颂词用白话来说就是 已经对轮回中所有的快乐都感到万分厌倦 身口一三门都完全远离了各种罪业 一切所作所为 只为寻求自己一个人的寂静解脱 这种人就是所谓的钟师傅 那么相比于下师傅啊 钟师傅不仅舍弃了此生 远离了一切的俗物 而且呢 还能抛下人天安乐 当机立断的 想要从轮回当中抽离出来 而且他们抱持着那种想要出力轮回的心情 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迫切 心急如焚的想要立即马上就解脱出来 虽说已经看透了轮回的这种过患 但是呢 究竟也只是想到了自己一个人的解脱而已 而这样的修行者就属于钟师傅 接下来呢 就是第五句宋词 就讲到了上师傅的特点 宋词是怎么说的呢 若以自身苦 比他一切苦 欲求永尽者 比是上师傅 这句宋词用白话来说 就是通过亲身经历的痛苦 以及对整个轮回之苦的透彻理解 将心比心地去体会他人的苦楚 继而想要让一切众生 完全彻底地从从中解脱出来 从根本上断除这些痛苦 这些人就是上师傅 那么相比于这个钟师傅的自我解脱 我们可以看到 上师傅心中升起的是慈悲性和菩提心 因此呢 他们需求的是圆满正等正觉的佛工 为的是最终能够度托一切众生 这么比起来呢 就可以看出 上师傅的这个心量是无限宽广的 眼光无限深远的 愿力也是无比强大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誓愿在无尽的岁月当中 普度无量无渊的众生 无论是论其心力愿力还是魄力 都是下师傅和中师傅望尘莫及的 所以这些人被称为上师傅 由此呢 我们不难看出 这个三师傅被分为三等 其实是将他们相互对比之后 归纳出来的三种修行者 所以说这三者之间呢 不仅从心量 目标和修行方法的角度来看 有高低之分 远近之别 而且呢 这三者之间呢 也有一种逐步递进 一者又比另一者 更加殊胜的一种层次分别 总的来说呢 就是通过这三句诵词 我们可以粗略的总结一下 这三师傅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共点 共同点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已经完全放下了今生 所作所为 都全是为后世筹缪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他们都是修行者 而且是远见之人 那他们之间的这种差异又是什么呢 分别就在 就是这个差异呢 就是分别在于他们的这种目标不同 追求的层次不同 要筹缪的后世远近不同 所以呢 所以令他们的这种修行方法全然不同 所以求我姐把所有为来世而活的修行道路 总结在了这三大类型里面 而走在这三条道路上的人呢 就是三师傅 可以说所有的这个修行道路 都完全被归纳其中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佛经理教授的所有内容都完全涵盖在这三师傅的修行方法里面 具体来说是什么意思呢 所有对精神世界有追求的人 或者说修行人 他们的目标 总的来说 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 用佛法的术语来说的话呢 叫做增上升和决定胜 增上升 简单来讲 就是以追求人天安乐为目标的活法 比方说 有些人希望能够往生天堂 也有的人希望下辈子能够生在一处有钱人家 或者名门望祖 不管怎么样 这些都是属于人天的安乐 所以夏师傅所追求的就是所谓增上升的目标 这里的问题在于 无论来世投生的多么让人羡慕不已 说到底呢 都还是在轮回当中打转 既然有朝一日能够升天 那就有 那就有朝一日呢 会让人叫苦连连 就好比电梯一样 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不断的升降 可就是绕不出这个圈圈 所以说夏师傅的目标并没有逃出升天 因为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痛苦的问题 相对而言的话呢 决定胜 就是不会继续在轮回里面流转了 打算要从轮回中彻底解脱出来 所以称之为永久的安乐 决定性的胜利 决定性的胜利 也就是决定胜 那么决定胜又可以分为两种 解脱和辨知果位 解脱在这里是什么呢 比如说声闻读觉的 这种只追求自己解脱的果位 就是这里所谓的解脱 而辨知果位就是佛国 也就是大乘果位 所以在佛经当中说 人们追求的目标 总的来说有三种 想要获得增上升的 就是夏师傅 想要得到决定胜中 自取解脱的 就是中师傅 想要证得辨知果位的 就是上师傅 所以呢 师傅呢 不多不少 就这样被分成了三类 也就是说 所有为来世而奋斗的修行者们 全部都包含在其中了 那么有关这个三世夫的定义啊 九五节在自主当中 引用了世青菩萨 巨舍论世里面的一段话 是这样说的 夏师设法追求自己的安乐 终是只求灭苦 为何不觉得安乐呢 因为三界是痛苦的衣处 上师虽然自觉有苦 却一心想为他人求取安乐 根除痛苦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以众生之苦为苦 世青菩萨对三世夫各自的定义和描述 可以说是九五节撰写登论时候的启发和参考 从大方向来看的话呢 两者的这种分类方法非常的相近 但是九五节在登论当中 还有 还是有他就比较独特 独到的一些见解和见地 所以呢 从严格意义来讲的话呢 他们两者对三世夫的分裂方式 还是不尽相同的 不管怎么说呢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点 那就是三世夫的这种说法 并不是有九五节所开创的 在他之前 至少是在世青菩萨的时候 就已经有三世夫这个概念 其实呢 三世夫的概念 不仅世青菩萨阐述过 其他论点当中 对此也有相关的内容 比如说呢 五周菩萨所写的 宝性论著 其中所讲到的三世夫的定义 跟这个登论里面的描述 还非常的相近 略说一切众生界中 有三种众生 何等为三 一者求有 二者远离求有 三者不求比二 意思就是说 众生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追求有 就是三有的有 也就是轮回的意思 第二种呢 远离有 也就是远离轮回 第三种是两者都不追求 轮回是一切皆有 寂静是一切全无 那么 这第三种人就是 轮回寂静都不追求 换句话说 就是想要成佛的人 也就是上师夫 为什么说想要成佛的人 轮回寂静都不追求的呢 因为佛国是 同时超越了有和五的 所以呢 佛国也被称作无助涅槃 那么 其实不仅在这些论典当中 曾经提到过 三师夫 而且早在佛经里面 也已经出现过 三师夫这样的概念 比方说 中文大藏经当中 有一部叫做 佛说发菩提心破珠摩经 这篇这样的一部佛经里面 有这样一段话 佛罗门 又如世间有三师夫 巨域 过渡一身大河 比第一人 一移小夜 浮水而渡 比第二人 而胜于前 一起板木 浮水而渡 比第三人 又赴胜前 乘以大船 于多人众 安稳而渡 得至彼岸 比第一人 一夜而渡者 当之急事 声闻称人 比第二人 一起板木 而得渡者 当之急事 远绝称人 比第三人 乘传得渡者 当之急事 菩萨称人 自所得渡 复渡他人 意思就是说 世界上有三种修行 他们都要渡过一条大河 第一种人 也就是夏师夫 靠着一片叶子 独自过河 比喻声闻称人 第二种人 比前者稍好一点 划着一块木板 划着一块木板 也是独自一人 过河 借此来比喻中士夫 也就是圆绝称人 第三种人 又比第二种人 更出胜 它是乘着一艘大船 跟很多人一起 安安稳稳地 抵达彼岸 这里形容的就是上师夫 也就是菩萨称人 不仅自己解脱 而且也度化别人 所以说 其实三师夫的概念 不仅在很多论点中 有所提及 而且在佛经当中 就早已有了这样的说法 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可能也会发现 这些经论里面 对三师夫各自的定义 好像不尽相同 并不是每部经论中 描述的三师夫 都跟灯论里面所讲的 完全一致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三师夫的划分 也是有一些不同方法的 比如说 与且实地论 摄决则分里面 一共有23处 提到了三师夫这个词 尤其是讲到戒律部分的时候 有这样一段话 父有三师 未有成就 正受非律仪 非非律仪 所设 境界律仪 亦有成就 正受 声闻相应 境界律仪 亦有成就 正受 菩萨 境界律仪 其中 出者为下 第二为中 第三为圣 我们先暂且不细讲 这句话的含义 总之 这里是从戒律的角度 将师夫分成了三种 宗喀巴大师呢 曾在这个菩提道 次第广论里面指出 他认为 登论的三师夫 就是以此为参照和根据 而做出的分类和定义的 不仅如此呢 这个三师夫的这种分类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有的是通过自他利益的角度来划分的 有的是从成就国位的角度来划分的 还有根据要断除的障碍不同来划分 也就是业障 烦恼障 所知障 以这三种障碍的角度来区分三师夫的 总之呢 有一些不同的分法 那么九五节在登论里面呢 主要是以增上 升和决定胜 这两种目标为这个基础 基准来进行这个三师夫的划分和定义的 那这里有一个小问题 之前我们说这个求和解已经把这个佛经当中所有的教授内容都涵盖在这三师夫的道里面了 那之前在巨舍论事里面提到的那些设法追求自己的安乐的下士 就完全不追求今生的安乐了吗 或者说 那些还没有完全放下今生的人们就不算在其中了吗 这里呢 这里呢 我们就要注意 佛经的这个教授的内容啊 无论是大乘小乘啊 全部都在建立 全部都建立在这个舍弃今生的基础上 任何为了追求今生安乐的方法 途径都不是佛法 当然了 在追求自己和他人解脱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得到了一些今生愿望的满足 这都是过程中的小目标 一些小成就 但是呢 这些小成就呢 绝对不是佛法里面指引我们要达到的目标 所以呢 这些设法追求自己的安乐的下士 广义来讲 可以包括那些追求今生或者来世安乐的人们 但是呢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的话呢 专指的是那些以来世快乐为终极目标的修行者 那么如何去分别一位修行者是哪一种师傅呢 通过前面的这些讲解啊 我们可以看出三师傅之间的根本差别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他们的发心目标和修行方法 这个三方面来 这三方面有所不同 而在这三者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这位修行人的发心或者说是他的这个出发点动机 假如有一个人是夏师傅 他想要达到的是人天的安乐 那在他还没有生起出力轮回想要解脱的想法之前 暂时没有办法升级成为中师傅 同样的道理 如果一个人只想自我解脱 那在他还没有产生想要成佛的念头之前呢 也只能停留在中师傅 但是呢 假如某一天他突然 突然就醒悟了 那明白只有这个成佛才是究竟的解脱之道的时候呢 他就升级成为上师傅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一个人的这个愿望愿力 发心决定了他是哪一种师傅 他的终极目标决定了他的层次 那么我们大概了解了这个三师傅各自的特点之后呢 下面就来讲一讲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噶丹派大师 噶丹派大师建阿瓦认为啊 这三这三种师傅是截然不同的 而波多瓦大师却说这三者之间是有着因果关系的 那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说法呢 他们各自所持的这种立场和主张是怎么样的呢 建阿瓦大师认为啊 三师傅当中 一者追求轮回快乐 二者追求自我解脱 三者追求无上佛果 所以说呢 这个三者无论从目标道路各方面来看 都是南辕北辙的 这种说法其实恰恰符合了登论的一个论点 什么论点呢 讲说这三师傅的目的就是为了向大家明示 什么样的人是适合修学大圣的法器 而什么样的人是非法器 不适合修学 所以呢 单从这点来看 啊 坚派大师的观点呢 是刚好呼应了登论的观点 那另一方面 坚派大师认为啊 三师傅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 这又怎么解释呢 其实呢 大多数有关道次第的论主都认为啊 想要引导一位修行者 需要通过三师傅的道路来进行 有步骤的引导 而这些说法呢 实际上都是延续了啊 坚派大师的观点 拓展开来而形成的 其实呢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 就会发现 坚派啊 和坚派大师两者之间的这种说法 啊 并不矛盾 这两种见解之间呢 并没有相悖之处 只是分析和讨论的角度不同而已 实际上呢 他们二人的这种观点啊 作为修行者 我们是可以融合在一起进行修持的 所以呢 拉索巴大师 也就是上唐课讲到的 手指格西 曾经这样说过 三师傅 虽然 所求各异 但所行之道 却是不谋而合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三师傅各自修行的这个道路 是怎样不谋而合的呢 这里要谈到一个重点 上师傅也就是发心成佛的这种 这个大声修行者们 只需要修 修学这个上师傅的法教吗 下师傅和中师傅的道路 跟上师傅是无关的吗 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 这里我们要谈到啊 这三种师傅修行道路的次第和顺序 下师傅虽然追求的是人天快乐 但是呢 他们 独性因果 断恶行善 生怕堕入恶去 所以呢 比方说 四共夹行当中的人生难得 死亡无常和英国夜报 这些都是下师傅需要修学的内容 若是能够参透其中的道理 并加以行齿 就可以如愿以偿 享受这个人天的安乐 那再比方说呢 这个中师傅追求的是自我解脱 那么四家型当中的轮回过患 就是中师傅的必修课目 如果没有升起出力心 是不可能得到解脱的 虽然在这里呢 我们只是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但是呢 大家不难发现 其实呢 下师傅和中师傅修道上的法门和知识 都是我们这些大乘修行者 必须要去学习和修持 所以说呢 就算目标是动化众生 成就佛果 从表面上来看的话呢 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上师傅 但是呢 若论其真实修行水平 可能我们很多人 还不如下师傅 或者中师傅的 比方说呢 四公加行的内容啊 就多还没 还 还没能这个真正的领会 或者融入自行 所以呢 上师傅是 基于发心而做出的这种分类 但我们的这个实际修为呢 很有可能是表理不一的 所以说呢 对于修行者来说的话 三师傅的三条道路 并不是像三条平行线一样 没有交集 互不相干 实际上呢 他们三者之间 是一种层层递进 步步引导的关系 换句话来说的话呢 就算我们抱着成佛的决心 明确认定 上师傅就是我们想要走的这个道路 即便如此 下师傅和中师傅的修持 也都是我们修学道路上的必修功课 都是成就佛国的铺垫和前行 所以呢 并不是说作为上师傅 前两种修行者的这个学习 就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不是这样的 他们都是引领我们最终 走向这个大乘的修行道路 让我们可以终得佛国的一个个 切入点 所以呢 从某种角度来讲 下师傅的修道 也称为下师傅共同道 跟谁共同呢 就是跟中师傅和上师傅相同 类似的这个中师傅的道路 也被称作中师傅共同道 跟谁共同呢 跟上师傅相同 而上师傅的道路 也被称为上师傅不共道 因为他所要修持的是成佛之路 跟下师傅 中师傅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呢 这才是最究竟的解脱之路 那么了解了这个三师傅的知识内容 每一个阶段都是我们要去修学的道理之后 有些人可能会问啊 为什么一定得是要从下中上这样的顺序层层递进 一步一步往上修 这个顺序不能修改吗 更改吗 是的 这个顺序是不能改变或者替换的 什么原因呢 因为刚才也说了 夏师傅小心翼翼 唯恐堕入恶趣 这种对恶趣的厌礼之心 成为了他们努力往生善道的强大的动力 而中师傅呢 不仅了解恶趣的痛苦 而且还领悟到 只要还在轮回中流转 痛苦就在 痛苦是在所难免的 所以他们要从一切痛苦之中解脱出来 于是就升起了处理心 而这个上师傅的思想更加的深刻 他们不仅不想自己受苦 而且更不想看到其他众生受苦 在轮回当中煎熬 所以心中升起了莫大的悲心 于是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成佛的道路 所以从心力的角度来讲的话 夏中上三十夫之间 是一步步提高提升的状态 无论是悟性 心量还是智慧 都是在逐步扩大和拓宽的 而且从修行步骤的角度来讲的话 只有升起了对恶趣的恐惧 也就是对痛苦的厌理心 继而才能升起处理心 而只有升起了想让自己从痛苦当中解脱出来的处理心 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讲 这三十夫修行道路的顺序都是有它的意义的 在《大波涅槃经》中有这样一段话 善男子 辟如下人 能知下法 不知中上 中者之中 不知于上 上者之上 及知中下 声闻圆觉 亦复如是 岂知字地 如来不而 系知自地 即以他地 事故如来明 无碍智 意思就是说 下师父只懂得下师父的法门 完全不了解 中上师父讲的是什么 而中师父呢 也只懂得中师父的法门 并不了解上师父所修持的内容 而只有上师父才是能够完全通达三种师父所有法教的修行者 就好比声闻圆觉 他们只知道自己的修学范围内的这种法教内容 但是呢 佛陀完全不同 佛陀不仅通达大乘 也就是可以成佛的教法 同时呢 也完全领悟 掌握其他师父的一切法教 所以呢 佛陀称为 无碍智 那么既然三种师父的内容我们都要学习 这里就会出现一个重点 需要我们特别注意 什么重点呢 既然这个下师父和中师父的法教 我们都要去学习和行持 那他们的目标和发心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呢 也就是说 下师父追求的仁天国位 以及中师父追求的自我解脱 我们也应该去学习和借鉴吗 我们要知道 无论是仁天安乐 还是自我解脱 作为这个上师父的修行人 这些目标也并不需要去刻意的去回避或者排斥 他们也都同样可以成为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之一 但是呢 重点在于我们要始终记得 他们只是小目标 而绝对不是终极目标 终极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证得佛国 这些小目标呢 就好比路途中可以打卡 拍照留念的里程碑而已 换句话来说的话呢 成佛的大悦 并不会妨碍我们得到仁天安乐 或者自我解脱 只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 千万别把大目标搞错了 千万别跑偏就可以了 我们来打个比方 可能会让大家可能更容易理解 三师傅的修持就好比我们的这个求学生涯 下师傅就像小学 中师傅就像中学 而上师傅呢就像是大学 如果我们想要学习大学课程 那中小学里面所教授的内容 就是必修的基础 而且不仅要学习 还得学得扎实 稳固才行 这样上了大学 才有可能听得 听得懂课程 跟得上进度 最后就顺利毕业 所以呢 中小学教授的知识 就像是下师傅和中师傅的这个修学内容 想要达到上师傅的水准和境界 前两者的这个功课修持 是绝对不能跳鼓不上的 而且不仅要学 还得脚踏实地的学好 那三师傅的目标呢 就好比学生生涯中 不同阶段的这个毕业证书 虽然小学或者中学毕业 也算是一种阶段性的胜意和成就 但绝不是我们要达成的最终目标 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大学学位 所以绝对不能止步于中小学的学习 也就是说在下师傅和中师傅的修学内容 已经完全掌握和领悟之后呢 无论大乘修持的道路有多么漫长 最终都要铭记于心 我们学佛的最终目标就是辩知的佛工 所以通过这个例子 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三师傅的修行道路和次第关系 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总而言之呢 三师傅的这个修道就是这样 层层地进一步一个台阶的往上走 只有扎实的走好每一步 才能有正德佛果的机会 那这个时候呢 有些人可能会问 既然三师傅的这个修学内容 都是我们必须要去学习的 那为什么还要分出三师傅 三条修行之路呢 直接讲说一条从头到尾的这个法门 不就可以了吗 把师傅分成三种来分析 把修道分为三个次第来引导 这是有帮助有益处 而且有深意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因有两个 首先呢 考虑到在茫茫的人海当中呢 总是有一些人呢 不自量力 自以为是的 把自己归类为上师傅 但若是 真论起这个发心或者修为 其实呢 他并没有达到上师傅的标准 甚至可能连下师傅 中师傅的程度都还不够 所以呢 为了避免产生这样的傲慢 于是呢 把修行者分为三种 目的是为了可以通过分门别类的这个阐明各自的境界和修行内容 从而呢 帮助这些人呢 看清自己的实力 能有一些自知之明 这并没有这个讽刺的意思啊 因为只有知道自己的真实实力 放下了傲慢 一个人才有机会去学习和成长的 才能有进步的空间 第二个原因呢 是考虑到每一个人的根气不同 或者说是能力 潜力 特长都不一样 如果是上根气者 或者是天才者 天才型的这种修行人的话 虽说完全可以直接去学习大圣教法 但就算是从夏师傅的内容入手 一步一步这样学上去 对他们来讲的话呢 也并没有坏处 因为其实他们也不会需要太多的时间 就能学会所有这些前行的内容 而且还能打下好的基础 毕竟是天才嘛 所以呢 对他们而言的话呢 这些修学对走上上师夫之路 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另一方面呢 要是遇到这个顿根气修行者的话 直接让他去学高深的上乘的法门 不仅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很难抓到药理 无法打到上乘的这个修为 同时呢 又直接错过了基础的修行 到头来呢 只能是两手空空 一无所获 西瓜没捡着 芝麻也丢了 所以呢 无论是哪一种根气的修行者 从临学起都是非常有益处的 但实际上啊 经常出现的这个情况是 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 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根气 就像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天赋是什么样 是一样的 那它像是一种无形的潜能 必须得通过自己的这个亲身体验 来检测和度量 因此呢 只有通过学习和实践不同道上的法门 才能知道自己到底几斤几两 所以呢 从最基础的修学之道入手 是十分必要的 总而言之呢 我们今天讲到了 有关这个师父的概念 分类 以及不同这个修学之道之间的 关系和这个修行次第 不管怎么说呢 如果是一位想要证得佛果的上师父的话呢 不要忘记 同样都要去学习下师父和中师父 修道上的知识和法门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无论我们修的是什么法 始终都要怀着一颗自理利他的大圣菩提心去 修持才可以 说到这儿呢 最后呢 我们来讲一个小故事 告诉了我们发心和动机是多么重要 从前在藏地 有个想要修行的人 来请教一位颇有修为的一个上师 他问道 请问大日经是属于大乘的法门呢 还是小乘的法门 这位大师回答道 如果是一位大乘修行者来修持的话 他就是大乘的法 如果是小乘修行者来修的话呢 就是小乘法 但要是让我们俩来修的话呢 那他就既不是大乘 也不是小乘的法了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无论是多么深奥的法门 如果我们的心态动机 目标不正确的话呢 不管学什么都没有意义 所以呢 我们要时刻注意和提醒自己的这个发心 无论是学习 修持 行善 还是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动机都是